近日,37岁黄森泳与48岁黎曼于元朗举行户外婚礼 他们并没有在五星级饭店设宴 反而选指在元朗户外场地行礼 新村的PRIFUNSA 手带上级子弹转戒的黄森泳与新郎黎曼与传媒见面 正式宣布已婚,怕的家人笑容灿烂 而花球最后由黄森泳的姐姐黄森未接到 以后黄森泳接受了采访 即然,从一开始指示想要一个stress-free无压力的婚礼 都感动的,可以和最close的好朋友和家人最一下 和所有的东西都很顺利很圆满,所以都很高兴 看得这类,大家别以为曾经混身名牌 眼高于顶的黄森泳 真的就甘心于一个平凡的男人,平实的婚姻 事实上江山而改本性难移,黄森泳的婚礼 之所以扮得那么低调 只是因为男女双方都有一些,不见得光的情思罢了 没错,相信大家都对于黄森泳的 安心事件黑历史已熟能长 但却显有人知道,这位新郎哥黄森的来头 话说黄森原名黄森,职业是陆队股手 早年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离婚后在2017年更是 一度向圈外前女友求婚成功 两人还高调地大债分界到西贡应婚纱 非常甜蜜 甚至还在2019年拖手逛街 相信到汉堡连锁店医图 故事发展到这类,黄森的未来本该 直直无民,平平淡淡地和圈外女友 周入婚姻殿堂 从此开启老婆孩子以坑头的新生活 指示婚会结成 都等来了,黄森泳出轨 跟马国明分手 但命运的转折总会来得出其不意 就在2019年 黄森泳和许志安再出租车里 上演亲亲泡泡举高高 养出满城风雨的商向出轨安心事件 其中许志安 是背注老婆郑秀文偷食 黄森泳却是吸了非文男友马国明戴陆母 就在身败名列之后 黄森泳爱情事业相失意 陷入前无退路 后有追兵的局面 他急需找一位接盘合友好救生圈也好 来位直千仓百孔的人生 所以黄森泳就是以这样的身份从天而降的 首次被拍之后 媒体指责黄森泳死心不改 再搭人夫 黄森泳一直拒绝承认 还偏方话说 黄森泳只是一个有养狗经验的朋友 陪着他卖宠物用品而宜 不了同年四月他俩又被拍了 他俩一起为狗狗做手术 随后黄森也跟着回到了黄森泳香归 两人还一起让了情侣狗 不过如果黄森 知是和那些泡泡通通的 人又老前又无 老婆跟人走了的离意中老一样 那么黄森泳肯定不会找他接盘 事实上黄森出身在小康之家 手上持有一套有居屋王之称的 富榮花园六百尺单位 他相当于大支接盘 与黄森泳强强联合 皆因黄森泳当年 刚出道的时候 凭借住父母的财力 和自己的吸金能力 早在2017年就截至855万港元 买入启德新楼盘天环 之后更是和姐姐黄森泳合资 买入油堂的Ocean One 所以他在安心事件被冷藏之后 就将早年扣入的启德天环单位出售 套现一千万港元 与黄森的家底化整惠灵 双双在海边豪窄共中哀巢 如今天天在社群网路大晒 面向大海 春暖花开的岁月正好生活 所以由此可见 黄森泳都尚算 精通筹谋 懂得算计的聪明来指 只可惜他的聪明 却被心术不正所问 也正因为潜意识里的心术不正 导致他至今幻想不清楚自己 在安心事件那里做错了 因而时事表现出一股增强好性的 不服输不甘心 没错 大家都知道 被黄森泳相得最深的前任 马过名大方回应 完全是意料之中 要论娱乐圈最佳前任 他绝对榜上有名 在安心事件之前 马过名和黄森泳 也算是感情稳定 多次传出分讯 处前买房 都成马明的一个梗了 谁想到马过名这边 还在为爱OK 跟那边黄森泳 却和许智安为爱股长 2019年4月16日 无恐不入的港媒 拍到一段长达16分钟的视频 视频内的男女主人公 分别是51岁的许智安 和30岁的黄森泳 仅仅16分钟之内 两人就热情 经验高达20多次 两人上下其手的画面 不堪入目 影片曝光之后 全港哗言 一个是有父之父 一个是马过名的未婚妻 两人双双出轨一事 让双方正主而颜面尽失 被媒体找包之后 许智安不愧是娱乐圈里 曾针多年的老江湖 今忙召开记者招待会 舍不得前程感受的他 累楼满面地向公众道歉 大康哭话老婆郑秀文 陪礼道歉 不过 这个假动作 收效甚微 这段道歉内容 更像是为他的出轨找理由 许智安表示 自己是因为酒精上头 所以才会做错事 但后来预计采访了一起 参加派对的刘浩龙 他却证明 当时没有太多关注两人 虽然大家都有喝酒 但是许智安并没有喝太多 并不是肯罪的样子 那么 刘浩龙是插都门的兄弟吗 港媒随后曝光了第二段小影片之后 证明了刘浩龙所言非去 影片当中 许智安和黄森永离开之时 他还提醒黄森永 必要忘拿手机 言行举止非常理智清醒 而且两人下车之后 脚步匆匆地向女方处处走去 充分说明了 并不是酒精也的和 许智安不仅低估了 余记的挖掘能力 也低估了郑寿文粉丝团的 语言组织能力 在郑寿文粉丝团 讨伐子夫的客民当中 识数盘点了 指指和子夫的多部代表作 这者 那条那一团难泥 你应该过忠心美丽的生活 既然你背着我爱别人 不如潇洒离去 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然而 粉丝团还是低估了 指指的承受能力 这庄安心事件 虽然将郑寿文的小家 录成一片汪洋大海 但是郑寿文还是相信了 许智安 认为孤男寡女之间 不过是一段插曲疑疑 然而 这件事并没有到此为止 2022年 黄森荣晒出一张 和自家小孩的合照 他并没有曝光小孩的性别 吃瓜群众 对于这个未婚妈妈 更感兴趣的问题 只有一个 孩子的生父是谁呢 这个答案 真的很难猜 据坊间传闻 袁启华的离婚 与黄森荣 也有驻千丝万流的关系 袁启华与黄森荣 答档决战明天之时 曾经公然在微博隔空 喊话黄森荣 这样的女孩子谁不爱呢 在这之后 莫多久 吴启华的太太 就及时止损 与吴启华离婚了 不过吴启华 却强调自己离婚 和黄森荣无关 因为太太喜欢抛夜店 所以自己忍无可忍才 抛妻弃女的 除了吴启华 黄森荣和李狮子 也交往甚密 当时两人合作 以和惠贵期间 曾经被余记拍到 坐着南方的七人 再嫁到南方家中流淑 然而 即使面对满城风雨 两人却没有一句解释 但有一种造就造了 与他人无关的理直气壮 李狮子的飞文瓜料 远大于黄森荣 所以凭直渣男热度体质 黄森荣的事业 如日中天 或许李狮子 意识到黄森荣的 声东激西之后 心有不甘 曾当中用英文 向黄森荣信的 How much 安心事件之后 黄浩信的老婆 环点赞了吃瓜群众 骂黄森荣小三的评论 至于原因事杀 这件事宜 也是有迹可长的 飞文前身对于明星来说 原本就是一把开了风的双刃剑 用好了 一路黑红杨明乐曼 用不好 只能成为人人哭打的过街老鼠 恨不幸的事 黄森荣属于后者 黄森荣被T.L.B.输藏之后 也曾试图以解约的极捐方式 试探T.L.B.高层对他的看法 毕竟T.L.B.培养一个新人并不容易 但是T.L.B.的回应却是各种托词 有一种舍不得鸡勒的感觉 马过明至今都在为黄森荣说话 他还是很年轻 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 希望大家吸他一点空间 至于他本人 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 不止坐架上 保留住情侣安全带 连情侣戒指 都是一个月后财杂下 他为新剧白色强人做宣传时 更一时口暗 把剧女的CPC运说成了森荣 马过明说 感情的事 很难说谁对谁错 他已经知道错了 我觉得大家不用那么大反应 不用这样去攻击他 事后 马过明还承认圣诞节 互发短讯问后 对方处现的剧解 动了播出他还要追 并各种故作大方表示 我们还是好朋友 不用会我们有仇 王生永多次传出 要复出的消息时 马过明也是各种力量停 他受访时 也多次表示 已经与王生永变回朋友 希望网友能对王生永手下留情 马过明和汤诺文 最近也一直都在筹备分事 甚至兜兜转转 转转兜兜環末有落实注册事宜 和具体分歧 还类似全出两人要谈分了 而王生永 既是马过明的前任 也是曾经和汤诺文一起竞选 香港小姐的好姐妹 她却偏要快都斩乱马 抢杂在马汤婷里 环末陈泰落定的时候 注册结婚了 这无疑于将马过明和汤诺文 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这不 早在八月份 但王生永和泥漫 传出注册的时候 马过明和汤诺文 都相伤被记者找到 要回应这段分事 并不得不意口 和声帝表示 我恭喜他 祝他白头到路 甜甜蜜蜜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 这次王生永再搞婚礼 两人相当于再接受 一波什么时候 到你们的灵魂考问 虽然这个灵魂考问 无相大雅 但总是会为心情 带来一些困扰 所以不得不承认 王生永抢杂结婚 这个做法 对于马明来说 确实有点不厚道 面对此等不安分的前任 马明确实 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 来应付 不过不管怎么说都好 当爱已成往事 一次构结尴尬与不禁 都应随风消逝 皆因婚姻者玩意而 终究指示方程式女的 X路目前的种种攀比 云云较劲 指示干扰因素 真正的解题方式 永远是岁月和时间 所以最后 还试得祝福王生永和泥漫 不要重度覆设 愿他们百年好合 永杰同心罢 永远才能 JK 像터면 永远是岁月 sil oportun